这是一群头戴草帽的志愿军战士 他们在排长的指挥下 悄无声息地爬到了敌人的铁丝往前 前面的队员掏出一把搬砖用的钳子 而还在群神灌注 盯着北面的南军却一无所知 放哨的放哨 站岗的站岗 打瞌睡的还是照样打瞌睡 就在此时 在他们背后的山坡上 突然飞来数团火球 一连串的爆炸之后 瞬间燃起了熊熊的烈焰 阵地上的士兵瞬间就被炸得灰头土脸 纷纷爆头数算 谁不知 乌黑的硝烟之中 再次飞来一阵密集的待遇 书名手持杰克CB26的志愿军战士 发起了排山倒海的冲锋 十分钟不到 一个重兵防守的山头 就回到了志愿军的手中 那么山头上失去了退路的南军 被打得究竟有多惨呢 为了夺回阵地 疯了的南二师又有多夸张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33团二营的七连 是如何在上甘岭上 打出一个轻步兵的攻坚奇迹吧 如果您也认为 志愿军是创造奇迹的队伍 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崇敬之情 前面我们讲到 登上537.3高地主峰 3号高地的七连连长 蔡景春前辈 从进攻的力度与方向上 判断出突击二排进攻受阻的情况后 立马改变打法 安排三排横向接应二排的同时 将预备队一排改为突击排 从右翼穿插至南面的8号高地 关门打狗 接到命令的一排毫不含糊 一头扎进了右侧的山里 通常来讲 能当预备队的都是精英 一排也不例外 一排长在带着队伍前行的同时 心里也打起了小算盘 如何快速攻下8号阵地 很明显战斗进行了这么久 就算是投珠也能被激烈的枪炮声打醒 假如此时从北面进攻 那刚好进入了山头守军持阵以带的火力圈 就算是能拿下阵地 也必定是一场苦战 还不如利用熟悉的地形 绕到8号阵地的南面 从他们的背后发起突然袭击 果不其然 当他们摸到8号阵地的南面时 山头上除了几名漫不经心的哨兵外 几乎空无一人 一排长当机立断 指挥队员剪断铁丝网 又以几名身手敏捷的战士 摸掉了哨兵 紧接着 全排的队员同时一跃而起 对着山头就是一阵猛烈的火力输出 一时间 手榴弹的爆炸声 捷克CB-26的突突声 波波沙的撕步声 响彻了云霄 山头上的守军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严防死守的防线 竟然防了个寂寞 志愿军如神兵天降般的 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背后 虽然将手中的烧火棍都握出了水 但根本就没有发挥的机会 很多士兵一枪没发 就直接领盒饭去了 个别醒目的 直接冲出战壕 逃向了北面的7号阵地 十分钟不到 一排就以微小的代价 成功占领了8号阵地 但战士们并没休息 他们利用敌人遗留下来的攻势与装备 快速架构防线 准备迎接敌人的反扑 按照以往的战斗经验 防守在7号阵地上的南军 此时做的第一件事 应该就是钻山跑路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回他们竟然脱胎换骨 不但没跑 反而还在收拢残兵 组织防御 而且他们的师部 也派出了大量的援军 向着8号阵地 发起了不留余地的反扑 企图趁战士们立足未稳 打通这个命门 迎回战场的主动权 一时间 漫山遍野全是黑压压的敌人 后方的山坡上 也传来了坦克的风鸣声 乌黑的炮口不停地吐着浓烟 坦克上的机枪手 更是将能1919 打到冒起了青烟 看来 南二师这回真的是要拼命了 那么 他们真的能拿下8号阵地吗 7号阵地上的守军 被打得又有多惨呢 请看下集 破局之战11 竹篮打水